大家刚才讨论的 是有关学校的校规问题 我们北大是有规矩的 我以为北大最大的规矩 那就是科学民主兼容禀报 科学民主的前提是什么 是平等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更何况师生呢 兼容禀报 就是大家都能发表 自己的学术观点 畅所欲言嘛 这应该是我们北大的学风 我相信像今天这样的讨论 以后在北大会经常发生 我也希望像这样的讨论会 哪怕是再激烈一点 只要对教学有益 多多益善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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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oule 来 慢点 别摔着 我还俩踩着了 这日子一有了盼头 就过得飞快 三个月一眨眼就过了 这三个月我倒觉得挺久的 老是有人赶着跟我吵架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得了吧 一个巴掌拍不响 知我者夫人也 夫人 别忙了 一来了就干这干那的 就不能歇息一下吗 我歇息了这家 什么时候能收拾出来呀 夫人 来 过来歇息一下 喝杯茶 你那活放那儿我也能干 你干 你就会动嘴 少给我添乱行不行啊你 你帮忙 越忙越忙 我觉得呀 北京这冬天 就是比上海舒服 屋里生了火 也外边暖和 上海的冬天 屋子里也外边还冷 好多了 远年的脚上 都冻出好几处冻疮了 为什么 还不是出去摆地毯冻的 抹药了吗 抹了 但是她不听我劝 非得出去继续摆呀 好 跟你说个有意思的事吧 知道吗 你走了以后 年年有一天 突然上门 来跟我道歉 说是以前我那么惦记他们 那么帮助他们 她都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感谢 实在太不应该了 还跟我说让我放心 现在她可以照应好自己 以后不会像以前那么逞强了 不会那么逞强了 她脚上都出洞窗了 还摆摊 还不逞强 行了 她毕竟是个孩子 能这么想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天她跟我聊了很多 我觉得她现在确实被以前懂事了 但是她现在很崇拜吴志辉 迷上了她的无政府主义 一心想去法国勤工俭学 现在带着乔年都住校了 不过他们还在星期年当编务 搞发行 王沐洲也给他俩签了合同 按劳复仇 所以她俩的学习和生活都解决了 你就放心吧 去法国勤工俭学哪那么容易啊 法国正在打仗 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知道呢 他们两个不能总待在 那个法文补习班嘛 以前我是为了磨练他们 现在看来 他们还是到北京比较适合 我听吴志辉说呀 他现在正和蔡元培 还有李时增策划 在法国要办一所中法大学 要是这事弄成了 那两个孩子不就有着落了吗 不能什么事都听那个吴志辉的 那人看似粗糙 实则有心急 面山心狠 让人琢磨不定 年年不能跟他走到台阶 不行 我得给他写一封信 祝福周围台 你写啊 你写 我说你写 另外去药铺 再给他买几盒虎镖 砂油冻裂膏 一块儿给他寄过去 这还差很多 周福兄 我们在琉璃厂 给嫂子逃混了个老玩意儿 小心小心 这位是嫂子吧 我来介绍一下李大钞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才子 现如今跟张世昭先生 一起编甲银 也是我们新青年的同仁编剧 你好 赵世言 北京高师附中的学生 手长的弟子 也算是你的校友 师父好 你好 世言 郭新刚 白兰 都是我在日本认识的 小友 师母好 你们好 嫂子 您看看这个喜不喜欢 太好了 这么好的东西 给您放在哪儿 谢谢 那要不放那个卧室 就那个房间 好 世言 帮忙放进去 好 谢谢啊 真是好东西 想必您用得着 手长 我对你可是久仰了 你写的青春荡气回肠 我经常一个人独自迎送呢 真是喜欢 嫂子您谬讲了 其实您的诗我读过 婉约如李清照 让人心碎 哪儿是什么诗啊 就是些胡猪和发泄罢了 我们先坐下吧 坐下以后 你们再互相吹捧 好不好 真是 自买何年 来 见过大张先生 来 大张先生 你好 两个小宝贝好 想你啊 买点东西 到那边去吧 你们先坐 好 来 上场坐 好 嫂子 您来了之后 我算是解放了啊 此话怎讲啊 此话怎讲啊 您家这位 到了北京以后 天天蹭我的饭 你说蹭就蹭吧 还东贤记 我手艺没有您好 西贤记 我手艺没有您好 搞得我这是心力交瘁呀 这三个月的饭 我也是吃得很崩溃 你 我听明白了 从现在开始 守长先生您得经常来我们家吃饭 您得把他蹭的饭给蹭回去 就吃什么 守长 你这到北京也一年多了 该把家眷接过来了 是啊 守长先生一身殷器 肯定和夫人 郎才女貌 绝案齐美了 嫂夫人您是不知道啊 其实我闻夫人呢 是娃娃亲 我十岁那年 家里头缺少女婿 就让我成亲了 夫人大我六岁 大字不识几个 是个地道的村姑 但是我俩感情很好 前后生过四个孩子 就是夭折了两个 守长先生品格高贵 令人钦佩 无论怎样 都要把家安顿好 你还是尽早把夫人和孩子 接到北京来吧 其实我倒是有这个想法 但是现在北京局势不稳 军阀混战 过不再说吧 北大现在正在重新聘认教授 你和高一涵 一起到北大来吧 北大 你们文科这次报过来的 聘认教授名单 我看呢 不错 考虑得很周觉 但是有一个问题 一下子报这么多 他教育部不会批 我想啊 我们还是分批词 分不同途径给解决 你比如说张世昭 李大昭 他们正在办假营离不开 尤其是张世昭 他跟我怎么说 他只做北大图书馆的主任 就半年 半年之后 我让李大昭去接替 这样大昭的问题就解决了 再比如刘万农他没有学历 那你们就聘认他作为预科教授 总而言之 千方百计地招揽人才 让人才都拢到北大来 是吧 现在有一些人才呢 在外地甚至是国外 一时还不能到位 我在想 是不是也要先考虑他们 先进来 像胡适啊 无虞这样的 那当然 胡适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他既然有 先生好 同学好 他既然有这个博士学位 聘认他 破格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呀 你刚才说到外地 先生好 同学好 有一个叫杨昌进你认识吗 他在湖南长沙教书 爱丁堡大学的文学学师 同学好 怎么样 我们把他聘训到北大来 好啊 好啊 得到 Good